而在原民出的追加减预算过关之后 随后进行是教育处提出的追加减预算案 而其中5亿元的预算居然只有20多个字的说明 先议员黄志伟认为太敷衍了 要求未来审议资料必须提供详细电子档 让议员可以清楚了解才能够真正为人民看紧荷包 台东县政府在本次提出的追加减预算案中 大多来自中央的部署款 不过预算的说明若是太过精简 也对审查预算的议员来说十分的敷衍 2号上午进行教育处预算案的审查时 对于一笔5亿元的预算 却只有20多个字说明 根本无法了解到预算花到哪去 也要求提供详细的电子档 另外其实刚刚林副议长刚才有提到 你们在预算书里面 尤其是金额大的 我在这里也建议主席 请县府这里将来在金额大的预算的明细的部分 应该更罗列的清楚一些 譬如说 在128月的 补助地方教育发展基金相关业务 这个部分就增列了5亿2800多万 那么下面就没有说明了 就一整个是5亿多 5亿多的东西到底在哪里 所以后来本席还需要服务处的主任跟你要资料 您才提供 我觉得不用啦 这个我记得上次本席在 这个咨询的时候就有提到 希望主动 而且名列的清楚 这样大家不用问 也不用浪费时间 这样好不好 算这个下去之后做检讨 黄志伟强调 议员的职责就是监督县府 县府各局处有义务要充分说明 每一块钱的去处 议员才能真正为人民勘紧荷包 记者班军委台东市报导 后预算数是五千五百